韩国人又在背叛自己的审美了 就算穿的是灰姑娘套裙 汤薇也能在青龙电影点上 碾压一众神也爱抖 长年钟爱流水现世的韩式审美 到底为什么屡屡像汤薇倾斜呢 众所周知啊 韩国人爱的脸大概就分为两种 一种是一眼惊艳的偶像风 一脸上的锐角术和线条的锋利度 来创造激进度 另一种是皮像之胜的淡眼风 以柔和的线条和白细的皮肤 打下韩式审美市场 但威胁的脸可以说是和标准 还是真被背道而吃了 宽肉脚脸面部立体度不高 但是峡谷平和内收 明明是顶脸却不显脸大 各大导致也都捕捉到了这一点 就是脸上的充分留外 脸上镜头下的王家之是 妩媚些清澈的 圆圆的鼻头眼力不算大 内眼角不锋利 对让他用力打扮的精致带点盾感 占一出最好的猎人综艺 猎物的角色出现 当面部软组织变薄后 整个人其实就俐落了一层 脸部线条不走流畅丰富 而是充分矛盾的全红阔粉 面中的屏又带来倔强感 所以整张脸的氛围是宽厚和全纹 而热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晚秋和分手决心里 都能稳稳扛住 北纸角色背后沉重命运的原因之一 但若是全脸都是断 又会显得过于老实个呆板 这样看他们的下半张脸就有为出彩 嘴角尖唇封尖锐爪集中体现 在家庭下和拐脸高和有力的鼻骨 侧脸也十分利落 央观众相信他拥有在绝望中挣扎那份力量 但他脸上也有颧骨叫瓶带来的眼下凹陷 和上颗骨发育部组导致的清风法令纹 而他就选择保留 而不是像其他韩国演员一样 永远在追求饱满和平整 例如说这种矛盾的故事脸 是他撑起宋瑞来这个悲剧角色的重要原因 通过他的演艺生涯不难发现 越是复杂沉重的角色就越能出彩 都是因为他的长相付给他的鲜甜优势 在萤幕里用悲剧角色把韩国电影脚拿到手软 现实生活中又是松弛的战烟人 随性又自在 这种姐姐谁这样不迷糊 只能说你韩国人识货 好了还有什么想看的内容 记得来找脸聊